你相信,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透视眼吗? 这段珍贵影像拍摄于1962年,记录了英国首例透视眼测试全过程,为了验证男子是否真的有透视眼。 科学家将棉布贴在男子面目,随后再用纱布进行囤绑,于是男子便被绑成木乃衣。 在做好的一切准备后,科学家又在黑板上做好题目,随后要求男子回答,本以为男子的谎言会就此揭穿。 可下一秒,男子居然真的在黑板上写出了答案,如此神奇的一幕,简直匪夷所思。 难道男子真的能够看见东西,为了进一步验证男子是否说谎? 科学家又让其为唐人点烟,在眼镜被蒙住的情况之下,男子居然真的将香烟点着,难道男子真的有透视眼? 如果看不见,根本无法如此精准,在半信半疑之下,科学家又展开着测试。 在蒙眼的情况下,男子需要点燃蜡烛,果然蜡烛再次被点燃,这么远的距离,却能精准找到蜡烛,确实不简单。 此时的科学家初步相信,为了更一步验证,最后又用障碍物进行测试。 这一次,男子依旧淡定,他巧妙地躲过了所有的障碍物,每次的下角都像是能够看见一般。 看到这里,我只想说,世界很大,无其不有。